決戰中台灣是這次2012這場選戰 最大的一個重點了 應該是 我也這樣同意 我甚至於覺得宋仙如果參選 滿久就宣布落選了 為什麼 也是因為決戰中台灣的關係 因為兩個因素我先說 第一個上次馬先生在中部贏了20%的票 差不多19點多 現在已經只差一兩萬了 所以他已經是劇烈的萎縮在那個地方 就是當我消敵長 這個就是一個決戰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宋仙在那裡特強 所以他如果參選的話 那這個中部要打平的機率幾乎沒有 就說藍綠要打平的機率也沒有 因為這一部分宋仙是穩定的在中部地方 中部又是一個郵離票未決定 在民調上面每一次我如果觀察到 都比人家多2%3% 也就中部不表態的都多 中部的大概是我不曉得居住選民的關係還如何 他不表態的比例要高一點 這幾個因素我覺得決戰中台灣 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再加上北部跟南部 南北綠南這一個趨勢已經不變了 而南部要翻天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 因為我至少現在沒有看到趨勢 而北部也是如此 而南北互補的情況之下幾乎是平手 所以為什麼台中變成了一個中部 不是中張頭了 中部為什麼成關鍵就在這裡嗎 因為以前藍軍為什麼長期能領先 在基本牌上 因為北大贏得多 藍綠綠雖然在南部也贏 可能贏得少 所以他補不過去 因為北人口多吧 北人口多 補不過去吧 現在雖然人口多 可是南部綠已經贏到上市 將近60多萬票啊 台南加高雄7了 這個已經不是台北能夠補回來的 已經多到藍軍已經無力恢復了 所以這個時候台中就變中部地方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次 所以不但中部 宋也成為一個關鍵中的關鍵 這一點沒有辦法否認 你到底希不希望宋選到底 我完全不在意 今天馬當選還是蔡當選 如果宋當選的會造成兩個影響 我根本不在意 我當然希望宋參選 我永遠希望有第三組參選 而且我希望這個第三組不是小綠 不是像台聯的小綠 不是小藍 而是真正超越藍綠的 他不要在假議題上打混的 那個第三組 而且那個我從過去的觀察 雖然民意一直提醒我 他叫我老是 一直提醒我 說這個要覆現實 可是我一直觀察 從最早的6%%到上次的9% 我絕對想是這次可以過10% 在大選上單一選區居然還有10% 堅定不在乎氣寶 就支持你 就表示他業務藍綠到了極點了 這個怎樣穩定到20% 台灣就不會是現在藍綠分割的狀態 所以你就可以講 宋主要參選馬英九 大概就可以宣布輸定了 所以你就可以講出來 宋主要參選馬英九 大概就可以宣布輸定了 所以你就可以講出來 他說重新來談九二公司 不是的 他還是有另外一套論述 蔡英文當選 我並不是替蔡英文助選 蔡英文當選 沒有讓我們墮入地獄 馬英九當選 也不會馬進體制 讓我們台灣 所以基本上 宋先生參選 大家不要去管他 那個對誰有利不利 雖然我確定知道 對馬是大不利的 這點是百分之百分 沛恩姐是不是就這樣 其實姚老師 我覺得姚老師的目標只是 宋先生只是他們想要 這個打破男女的那個工具 我們打破工具 假男廳就是工具 催生第三勢力的先鋒 因為事實上 本來應該是師民 但是師民的那個紅三軍 坦白講 那個裡面男軍 還是比較多 那事實上師民的 沒有那個能量 可以真的再去選 或者是去影響任何人 但是宋楚瑜 絕對是可以影響國民黨 可是宋楚瑜參選 馬英九確定會落嗎 一定會 因為真正 否則的話你在想 李登輝這種人 我從一開始就講 李登輝不是那麼容易原諒人家的人 你知道連戰到今天為止 李登輝不能原諒他 有那個男營大佬 不是去幫李登輝 湊合生日的時候 叫宋楚瑜去 李登輝說好 但是也有人建議連戰去 你知道李登輝說什麼 他們說 當初連戰說的那些話 也許是誤會什麼 你知道李登輝怎麼回南營大佬的 桌子一拍 你相信連戰 你不相信我 我信 我信 所以後來 所以後來 所以我有一次講過 所以後來 蘇志成安排連戰去見李登輝辭行 結果三分鐘就打發掉了 李登輝就出來問蘇志成 你是老闆還是我是老闆 我聽你的還是你聽我的 蘇志成第二天打包就走了 好 因為有這樣的關鍵 所以你說李登輝為什麼會覺得 宋楚瑜是那麼優秀的人 那我也講李登輝十二年 並沒有用宋楚瑜做行政院長 宋楚瑜曾經有想要做 因為有一次他答應了 李登輝答應了很多人 然後就找了五個重量級的人去開會 去研究什麼連戰好幾個大佬 就說你們看應該給誰 連戰沒有講話 那宋楚瑜講了一句話 他說應該是那個 跟總統關係最親近的人做 大家就認為他是推薦他自己 可是最後沒有給他 所以換句話說 李登輝如果認為他這麼能幹 為什麼沒有給他做行政院長 那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今天出來 大家都知道宋楚瑜的個性就是 你擊他一下就會跳起來 這李登輝太了解他 只有他出來有那樣的威力 目前政壇那些大佬雖然不準 但是出來沒有那個影響力 包括市民的出來 也拉不到南英的票 只有宋楚瑜出來 然後有一些 他對國民黨有練黨情結 那些國民黨人很多也有 練宋主席情結 還是有 就像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他們就是喜歡宋楚瑜 每次我們只要趁到馬英九 他就很生氣這樣子 但是投票的時候呢 投宋楚瑜 有這種人 所以換句話這種人存在 所以如果他參選 不管他哪幾% 5% 4% 3% 都是國民黨的票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不跟宋楚瑜之間 還要大家決裂成這個樣子嗎 因為如果邏輯真的是這樣 因為有人講說 慎選的關鍵 不管對馬對蔡 慎選關鍵三個字 宋楚瑜 然後票數3%到6% 70萬左右 那你們就是 報定置於死地的後生 打這一仗了 這就是剛才 我今天佩芬姐 跟他講得光 如果剛才邏輯都合通的話 那就叫理宋體制 對不對 那現在他所謂的馬金體制 我要強調 為什麼現在有這個馬金體制 這個名詞出來 坦白來講就是 就是傳統的國民黨 得不到傳統的尊重 傳統的資源 所以呢 就不喜歡馬英九 換言之來講 如果馬英九今天也是因為 或是金普聰認為說 我把你宋先生搞定 我就搞定了 他如果也是照過去的那種 調和鼎賴這種方式 那就是傳統的國民黨 就是符合他的國民黨 我今天如果用一個評論員的角色 我不要說國民黨中常委的角色 你決戰中常委 我告訴你原因在哪裡 你要瞭解哪裡了 要瞭解台中人嘛 台中上次胡思想為什麼輸 他沒有輸啦 但是就是選擇沒有這麼 台中線是輸 為什麼輸 派系倒戈嘛 派系為什麼要倒戈 我坐給你馬英九看嘛 我坐給你金普聰看嘛 資源不來我就是放給他輸嘛 為什麼喊決戰中台灣 因為資源就來中台灣了嘛 你這個指控很嚴重的東西 雖然陳根京的黑派 擺明了在抗拒 這一次選舉還在抗拒 連段說了都沒有對不對 這話講明白 可是你也不能夠就這樣指 廖廖已在俠派系 老師我不是說廖廖已俠派系 你誤誤的意思 我這次中常委全省下去跑 地方的派系是一片罵聲 因為派系是一種生態 你可以不支持派系 你可以不喜歡派系 但是你不能抹黑派系 所以有一個肇事場說 我不要講在中台灣 就是中台灣 所以一個肇事場來了多少人 那榜英九2008 然後馬英九講完以後 我們要怎麼改革什麼 我們消滅派系 消滅人想說 我們都是派系 然後大家就走了 我的意思說 馬英九不是壞人 但這個聖史上面 他不是很聰明 真是的 明義 可是現在這次大選 如果照你這樣講 馬英九到底要怎麼面對派系 他要妥協嗎 這就不是你講改革的國民黨 他如果不妥協 派系可能還是早哥 明義我借你五秒鐘 台中的派系之嚴重 我現在告訴你 台中市長就從來沒有一個人 可以連選連任 都是只有一任就下輪 輪的 你不輪也沒用 你就當選不良 所以他們是派系大於黨 他們的觀念 那個陳明文以前是什麼派 陳明以前是國民黨派 陳明文走了以後 張花冠走了以後 你知道整個嘉義全部 國民黨的樁腳 通通靠過來 不靠過來的鄉鎮市首長 要了半天給你50萬 靠過來是鄉鎮市首長 要什麼給什麼 通通把你派系收割 他最懂的派系 要國民黨深受其害 所以金普聰在幾次選舉 你們沒有注意到 他講了一句話 我是可以認同 他說我提出好的人才 即使弱選那也是過程 他認為是一種改革 他所謂好的人才 不是說提出來過去不好 而是選舉的方式 他不要走傳統 廖大 你們怎麼看待這一次 兩邊都喊中台灣 然後你們就是卡在中台灣 來 我剛剛謝謝民意 剛剛講金普聰講說 我不甩拍戲 我只提出適當的人選 我輸了也不在乎 所以我覺得這點 宋楚瑜應該體會一下 只要能破除難逆的那個 輸了也無所謂 堅長選到 對 這點就是 我記得說你把宋楚瑜說 你說叫李宋體質 我想這個是不太對的 李東輝沒有什麼人 有人他台年今天不會這個局面 但是宋楚瑜他是因為 跟整個很多本省人來往 本省人有很強烈的感覺 中華民國是連續接棒的 你陳水扁大家都不要講 你犯罪你就活該 李東輝你除非你把他判罪 確定取消總統資格 否則他也領導台灣13年 對台灣這13年也沒有發生 也是穩下來嘛 經濟也在成長什麼也在那個 也沒有錢那麼多債嘛 對不對 所以對人家也是要基本一個尊重 那李東輝當初對宋楚瑜 他是日本作風嘛 你要聽我話 你不聽我話就不得手段整理嘛 我是因為李東輝退出國民黨的嘛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公開 日本有一句話 大象總是比小狗拉的屎多 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人物你抓把柄很多嘛 但是他負擔的東西也多嘛 所以你不要隨便抓一個 抓一個 他怎麼樣他怎麼樣他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還有的時候你是成見 有的時候你想說送訪問 訪問人家也會談到家裡談戀愛 你說談戀愛有什麼了不起 誰沒有談過戀愛 那馬英九說什麼 跟周美青打球 電話有個神秘的夫妻話 哪些夫妻沒有神秘的話 對不對 你一定要不更肉麻 所以這個不要這樣子 不要以這個來談 但是選舉 我所 我所屬的一個台灣研究機構 我們看選舉 其實我們一定是一個中部 一個新北市 一個手頭組 然後我們精細研究的是蘆洲 為什麼蘆洲 全台灣最年輕的地方是蘆洲 我不曉得 因為他怎麼編我不曉得 因為這不是我們國家的 我也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送選的話 中部會有影響力 新北市會有影響力 還有你不要低估手頭組 送手頭組的票再增加 那馬不就死得更快 送手頭組的票是來增加 不會 蔡英文 蔡英文是說什麼 但是呢 但是算了 絕對 手頭組是沒有難力之分的 對啊 新北市呢 他這個到最後 他我們會影響的票 除了一些大眷村以外 其他很多也是難力比較淡的 我先處理一下 剛剛這個佩文講的這個問題 李前總統當時候 要讓宋主席去做省主席 讓連戰去做行政院長 所以我提醒大家 在宋楚瑜去做省主席之前 台灣省主席都是台灣人 在連戰去做行政院長之前 行政院長都是外省 可是這時候 省主席很多外省人好不好 你講那個 應該是以前 以前 這個這一段時間 就是後來到了 就是說 當時都做這個決定 還有軍人 做這個決定 做這個決定 對於他講以前 經國時代的 做這個決定的原因 是因為他希望說 省主席不要都是台灣人 行政院長不要都是外省 就這樣交換出來 我覺得那時候是這個決策 決定了他要送先去 沒有 那一次還有一個類目 那次選輸掉了 他就十天必不見面 那最後李登輝問他說 他說他台北待不下去 他想到外面去 所以到台灣誰 到省主席 對 OK 那我認為決戰中台灣 就以目前的所有數據 拿來看決戰中台灣是對的 可是現在很久 100天了 所以我不認為是決戰中台灣 那決戰哪 幾乎是便利烽火 每個地方都是決戰點 我不同意無乃人的這個 無乃人的這個 這個說法 如果放到最後兩個禮拜 yes 可是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看 未來的民調還要變化 就是我今天一直講 說現在的民調裡頭 有很多接受民調的人 講的不是真話 那這個未來要怎麼處理 是這個問題 OK 所以現在如果我們根據 這個民調去分析 當然就跑出決戰中台灣 有這麼簡單嗎 今天這場選舉會是這樣嗎 今天這場選舉 一定沒有這麼簡單 是因為最大的一個變數 宋楚瑜主席 他到底會不會一定進去參選 參選以後 包括所有的變數 一定都會跟著繞 而這個宋楚瑜參不參選的變數呢 我相信包括連署的分數 包括中間過程發生的 有沒有人要站出來 挺或不挺的這些 都會是最大的一個影響 包括馬英九跟蔡英文 大概都會看 我們倆的勝選關鍵 怎麼變到同一個密碼身上去 都是宋楚瑜這三個字 未來到底會怎麼發展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您的收看 接下來請收聽新聞 追追追追